是的,我们相信设计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意 很多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初创品牌的创办人 其实都是设计师 他们的想法能够改变到世界 我相信当然他们需要很努力,需要很专业 但真正推动到他们的 其实是他们很相信和很热爱他们在做的事 在这方面我们都见到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毕业生 都有着这种热性 所以他们都做得很成功 他们在毕业之后没多久 甚至乎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最后一个年 都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事业 我相信做人没有什么幸福得过 你未来创立的事业其实就是你的兴趣 如果做设计师是你的梦想 一点都不遥远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些成功毕业生的例子 例如好像Janko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设计师 十分热爱他在做的事 赢过很多奖项 用环保的概念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新装没错 现在在PMQ高山剧场都有自己的店 当然在时装设计课程毕业之后 可以做到很多跟fashion有关的工作 例如Ingrid 她也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时装设计的比赛 赢了之后被刘坚难看众了 做了形象设计师 现在有自己的公司 有很多大家都认识的歌星明星 都是她的client 我们都有一些毕业生可能大家会认识多一些 好似软硬天司 郭文辉和林海峰都在白英旗读过平面设计 除了幕前的工作之外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出色的设计师 而讲到改变世界 Garson Yu 毕业后去了耶鲁大学深造 之后他创办的公司 就真的改变了荷里活电影的世界 以前电影的片头片尾都很满 Garson 的公司所做的Motion Graphics 的字幕 改变了我们看电影的经验 其实读平面设计接触的范畴很阔 毕业之后所做到的东西都是 例如好像Kenny Wong 在香港、台湾和内地 都是一个很出名的玩具设计师 大家可能都认识她创作的公仔Molly 而Him Low 在陆厂、纺绩文化艺术馆、社区及共学策略人 亦都是青春工艺和痛哭酒馆的创办人 Ricky Lai 去了 St. St. Martin 完成她的学士学位 都拥有自己的商店 Open Court 拿了DFA 香港青年设计财政奖 之后去了纽约深造 而Alice Wong 在我们的略毕业之后 都继续读上我们的 Top Up Degree Program 之后去了荷兰世界出名的 Design Academy Eindhoven 读上一个 Master Degree Program 毕业之后 现在在荷兰做故事设计师 Otherway 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追梦故事 她一直都想开cafe 那你可能会问 读平面设计如何帮她 她在毕业作品 就是帮自己推出的咖啡品牌做品牌设计 推出市场 而现在她真的拥有自己的cafe 大家可能都会发现 在这个世代 有很多暂身想法的先锋 都是在他们求学的时期 已经将他们的概念实践 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所以读书再不是交功课 那些所谓功课 其实是你未来的事业 室内建筑的毕业生 一般来说 他们的project scale 都比较上大 好像Keith那样 他现在的公司 已经去到百多二百人 在不同的城市都有office 涉及的project包括酒店商场等等 scale十分之大 我们有很多室内建筑的毕业生 就像Keith和Sam那样 拿过很多国际的大奖 拥有自己的公司 在我们两年的高级文行课程毕业之后 当然除了选择做事或者创业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可以继续晋升学试学位课程 例如可以直接升读我们和英国 博智茅夫大学合办的 top-up degree program 而因为是一个英国的学试学位 所以是三年的学试课程 那就是读完我们两年的program之后 读多一年的full time 就可以在你自己主修的科目 拿到一个学试学位 而如果想创业的同学 可以收读我们和商业和款待管理学院合办的 设计新创企业管理荣誉学试课程 又或者如果对数码娱乐有兴趣的 就可以选择我们和电子计算及信息科学院合办的 数码娱乐科技荣誉理学试课程 当然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不论说本地或者海岳的大学 各个銜接都十分之顺利的 例如在那么多年来 我们也有不少毕业生去了香港理工大学 他们的纺绩和服装学系 继续晋升他们第三年的学试学位课程 而我们的同学的成绩都相当之好 好似Coby 他在理工大学的fashion show 里面 是拿了全场总冠军和学术优移奖的 有目标 有信念 想用设计去改变世界 都要知道怎么做 要有方法 而我们的方法是 好着重四个范畴的训练 有科学科的知识 和业界接轨的专业知识 有文化和世界视野 和有社会责任 我们好着重同学在科学科的学习和交流 例如课程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 不论你修读的主修科目是什么 例如时装设计 平面设计 或者室内建筑 同学都需要修读三个主科 我们见到有两个好处 第一 大多数同学在中学期间 都不会有太多主修科目的认识或经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贸然就要选择未来的专业 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让你试试所有的专科 找出自己真正的兴趣和能力 之后你可以做出一些修改 确定自己的方向 而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们见到你试试这么多科目之后 就算你依然都是维持自己本身的选择 毕业之后 你的发展都会有一些阔度 例如如果你是时装设计的毕业 但是你有少少平面设计 或者室内建筑的基本知识 对你未来的发展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而在我们两年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跨学科的project 和分享的机会 例如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group project 这个group里面有不同主科的学生 一起去做一个真实的社会设计项目 还有所有final year的学生 都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同学和老师面前 present他们的毕业作文 接受不同的意见和评分 我们的program是要培训专业的人才 我们由我们的学校的环境开始 我们很着重studio based的学习环境 每一个同学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室 同学在他们的工作室里面上堂或做事 是不应该觉得是上学的 因为整个环境是和他们未来 在一个设计的工作室里面上班 十分之相似的 那就是说 同学在未毕业之前 已经很习惯一个专业的工作环境 如果和疫情的关系 一般我们的studio是24小时开放给他们用的 要帮同学和业界接轨 去不同的工作室参观实习 和做一些真的project 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和其他院校和机构的交流都是 而参加不同的比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试试自己的实力 而每一年我们会举办设计周 去展示我们同学的作品 里面会有展览、fashion show workshops、市集等等 有业界的设计师来做我们的评判 这个也是业界请人的好机会 所以有不少我们的毕业生 在这个场合里面 已经找到他第一份工 而为了我们一班有意去创业的毕业生 我们创立了CBCC Incubation Lab 它是一个共享工作空间 我们会提供不同的支持和培训给他们 讲到业界的接轨 不可以不提我们今年一个新开办的课程 电影与媒体制作高级民伴课程 这个课程是我们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合办的 整个课程由筹备、设计至到教授和职场训练等等 都是与香港电影与媒体业紧密合作的 目求令到整个课程 学生是真正学到业界需要的知识 以及帮到业界未来的发展 为了扩阔同学的视野 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游学团 与海外不同的设计院校和设计团队交流和分享 例如我们去过罗马、巴黎、巴塞伦纳、夏威尔、首尔、台湾等等不同的地方 设计是要用创意去解决问题 而每一次客户遇到的问题都会不同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师是需要懂得切身处地 有同理心 而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同学有着这种同理心 不只是运用在商业设计的project上面 而是再进一步去关心社会 看看设计如何帮到有需要的人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安排一些真实的社会设计的project 给我们的同学去参与 从中他们看到设计如何帮到一个社区和有需要的人 例如我们在过往又和陆厂纺细文化艺术馆合作 去帮一班在荃湾区有需要的人去设计围困 令到他们在实际运用上 和在社区里面如何建立自己身份的认同都得到改善 我们也有做过很多project去帮一些老友记 如何正面地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在名外白英旗专业学校设计学系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系 是似师傅和徒弟多过似老师和学生 因为我们除了帮助同学在专业上的发展之外 都很关心同学自身的成长 这种亦施亦有的关系 在我们白英旗这么多年来是一个传统 而这种传统可以传承下去 很多谢我们一班很专业 很专业的老师 而我们的课程可以不断去改善 和不断地紧贴着业界的发展 亦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很有心 在业界很出名的提供 在这么多年来 不断地给我们意见和支持我们 相信到这里 希望解答大家心里面一些对讀设计的问题 但因为这里时间不多 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需要知道更多详细的资料 都需要做功课 我相信除了认识多些我们之外 都可以尝试去找不同的学校去做一些比较 看看我们的学校的特色 的信念 的学校的教学的方针等等 是不是适合你 所以如果需要详细的资料 不妨可以去我们以下的社交媒体的link 去看看我们的发展和一些详情 如果需要进一步更多的资料 你们都当然可以和我们Public Affairs Office的同事 去联络 或者跟我去联络 如果需要更多的资讯 可以想不断地更新 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发展 都可以留下你们的联络 给我们 可以继续更新 保持联络 如果你们都想用设计去改变世界 希望很快会在学校见到你们 再见